这个身穿红衣 拍着卡丁车 笑得一脸肆意的女人 一出现就吸引住了男人的目光 她直白地走上前 邀请女人与她共舞 可立马就被拒绝了 于是 她趁女人和其他人坐上摩天轮时 想也没想地就跳到了座位上 哪怕没有系上安全绳 也丝毫不慌 在她的威胁下 女人终于答应了与她约会 男人名叫诺亚 是小镇上的一名木工 这天她和朋友来到游乐场 对前来小镇过暑假的爱丽一见钟情 她想也没想地就主动出击 威逼力又下才让对方答应和自己约会 第二天 在朋友的撮合下 两人一起看了电影 并在电影结束后回家的路上聊天谈心 一拍即合的他们很快就坠入了爱河 情到农时 也会在车中亲吻 却不巧正好被坐在门口的爱丽的父亲看见 她既慌张又害怕地和父亲打招呼 就听见父亲提出让她带诺亚回家渐渐地提议 少不更事的她 完全没想到这是一场鸿门宴 一家子人坐在一起 亲朋好友好奇地询问着诺亚 学历 出身 工作都问了个遍 在听到对方只是一名普通的工人 家境一般的穷小子后 爱丽的母亲脸色一下子就变了 但爱与面子没有直说 可惜两人你浓我浓 完全没有注意到气氛的紧张 只是依旧甜蜜地谈着恋爱 诺亚带着伊丽来到了一座废弃的别墅 她打开灯 给对方讲述着这里的一草一幕 并告诉爱丽 她的梦想就是将这里买下来 然后装潢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两人共同商议着计划 似乎这就是他们未来的假 这时 爱丽看到了一架角落里的钢琴 她情不自禁地弹奏起来 虽然年代久远 情见有些生锈 声音也有些难听 但这并不妨碍诺亚对她的爱意 只是这浪漫的时光还没有持续多久 就被打断了 这个男人太惨了 不仅要被喜欢的人的父母嫌弃 参军后还失去了自己最好的朋友 就连父亲也在不久之后病逝 而喜欢的人也要另嫁良许 好友闯进来告诉两人 警察接到了爱丽父母的报警电话 正在四处寻找她的下方 两人一听 开着车就冲回了家里 爱丽生气地质问父母 为什么要这么做 母亲的冠冕堂皇 根本说服不了她 只好说了实话 一切就是为了让她和诺亚分开 因为这样的穷小子 根本不可能成为他们的女婿 面对父母的控制和强硬 爱丽痛哭失声 她不懂为什么自己的爱情 要被这么阻乱 门当户队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诺亚在门外 将他们的对话听得一清二楚 虽然她很爱爱丽 但她也不得不承认爱丽的父母 说的都是事实 于是她决定离开 没想到爱丽却追了出来 不可避免地大吵了一架 然后说了分手 双方都以为这只是对方说的气话 谁知这一走 就是永别 诺亚没能追上爱丽的车 在对方走后 她只能一次又一次地给对方写信 期待能够收到爱丽的音讯 但这些信件仿佛石沉大海 根本没有任何回忆 渐渐地 诺亚也失去了信心 没有选择再联络爱丽 只醉心于自己的工作 后来战争爆发 他们被迫去参了军 在战争中失去了自己最好的朋友 好在平安回了家 父亲将房屋变卖 加上自己的一些存款 给诺亚买了那座荒废的别墅 因为她知道那是儿子一直以来的梦想 然而意外总是比未来先来 父亲生病去世 唯一留下的就是那座荒废的别墅 诺亚只能强称的信念 一点一点地将别墅翻修成自己和爱丽 当初约定的模样 似乎只要她做到了 那个人就会回到她的身边 但她不知道的是 那些写的信都被爱丽的母亲拦截了 并且不明所以的 她早就答应和别人订婚 一直以来只有她在傻傻哭等吧 这天女人正在试婚纱 接受着母亲和好友们的住户 碰巧打开了一张报纸 看到失踪多年的初恋 一下子就晕了过去 醒过神来的她 当机立断就开着车 来到了报纸中所说的地方 为的就是看一眼多年不见的初恋 多年不见 更多的是不可置信 两人坐船去湖边闲聊 中途竟下起了大雨 在这样糟糕的境地下 爱丽终于将困扰自己已久的问题 问了出来 仿佛火星燎原 那些死灰以迅雷之势复燃 两人很快就找回了当初在一起的感觉 但这些时光都是被偷来的 好景不长 爱丽的母亲找到了这里 并且想要将她带走 认为她在这里根本就不会得到幸福 更何况她还有一个同样爱她的未婚夫 愧疚让爱丽犹豫了 她和诺亚大吵离家 然后开车离去 本以为这一走 两人之间就彻底结束了 直到她看见拎着两个行李箱 出现在楼下的爱丽 才发现自己的幸福总算失而复得了 一转眼 两人已是年过半百 爱丽不幸患上了阿兹海默 根本不再记得诺亚还有他们的爱情 但诺亚并没有放弃 而是将他们的故事写在了一个笔记本上 当作童话一样 日复一日地给伊丽讲述 哪怕她只有几秒的时间会认得自己 诺亚也感到满足 她偷偷溜进爱丽的病房 庆幸的是今晚的妻子是认得她的 他们牵着手 亲吻着对方 哪怕相处几十年 感情依旧如初 诺亚握着艾丽的手 躺在她的身旁 如从前一般沉沉地睡去 而这一次 他们也真的白头偕老 永不分离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爱情从来都是至死不渝的 无论我们经历过多少 它总会引导我们看清自己的内心 找回属于自己的方向 就如同诺亚和艾丽一般 希望大家也可以像他们一样 遇到纯粹 真挚 至死不渝的爱情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吧 咱们下次再见